大将军 镇远艾口运袭 镇远艾口 是突勒骑兵吗 有多少人 风火传信 具体情况不明 再探 是 听了赤后的奏报 又微微大将军王孝杰觉得此事颇为怪异 略以思考之后 他当即下令发兵镇远艾口 镇远艾口的事情 还要从一天前说起 王孝杰接到赤后奏报 突勒同帅七个麾下的两个英尸 和一个暴尸通过北山 正在向敦煌以北运动 副将猜测七个会不会是想从北 突袭敦煌 王孝杰却是不以为然 敦煌以北地形平坦 大军根本无法隐蔽 他们想要突袭无异于赤人说梦 在敌军意图未明的情况下 为了稳妥起见 王孝杰决定暂时收缩兵力 将敦煌以南 包括镇远艾口在内的几个艾口的驻军 收缩至敦煌以北待命 然而没过多久 镇远艾口就出事了 两个哨兵正在指手 却听到了马蹄声 由于沉煞的遮掩 直至马队逼见二人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其中一人当即跑去报告队长 城门上的弓箭手 也迅速进入了戒备状态 然而这群来人却是非同一般 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踢鼓小队 只见御风者侧身骑马 躲过了城上射出的剑影 在靠近艾口之后 他们飞身翻上城楼 与艾口的守卫展开厮杀 踢鼓小队战斗力之强悍 根本不是守卫艾口的卫士所能匹敌的 很快局势就出现了一边倒 踢鼓小队来取卢风 他们的攻击速度非常犀利 他们不是杀人要害而制死 而是在快速的刀法和身法中 将人在转眼间踢成白骨 其原理类似于袍钉解牛 捕伤其筋骨 留下一副完整骨架 这名兵士在点燃风火后 被两个御风者堵住了去 在见识过御风者的残暴后 他直接跳下了风火台 在解决完守卫艾口的所有兵士后 赫鲁和乌勒志这才现身 随着乌勒志的一声令下 踢鼓小队向着洛阳急驰而去 而在不久后 同样残暴的一幕也会在洛阳上演 别人借原方和曾泰三人组 也即将再次上线